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壓抑輝,歡迎收看時間作手 就從我們跟各位分享一樣,不管坐牌也好,坐騎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但是一定要有領先,而且可以施展新技術 就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當我們擁有星級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火爆,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滿手套牢的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星級流觀念,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坐下來 很自然的就會插出筆錶跟錶獲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做很辛苦 到底原初在哪裡?在操作股票的過程當中,常會遇到很多致命關鍵 包括股票套牢不會去停損,常常讓這些股票會越套越深 股票總會包上包下,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而持股過於分散的結果,到最後會非常難管理 更重要的,會多不會空,行情人只能做一半 所以每次當行情下跌的時候,只能注定套牢或是賠錢 進出沒有證據,甚至買賣點才會慢了半拍 因此呢,就在節目當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就是賺它最好賺一段 為什麼所有操作一定要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因為在資金效率的部分,就不用去等待港股票漫長盤整時間 當然也不會像過去一樣,資金做到最後常會變成一灘死水 動彈不等,甚至風險會變得更小 因為我們所有操作就不必要去承擔任何股票回檔風險 當然也就不會像過去一樣,做到最後常會有大賺變小賺 或小賺變太好遺憾 甚至呢,這樣的操作方式會讓獲利變得更大 而且會變得更快 因為我們所有操作只會專注在獲利最快這一段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存股的結果會變成存股 甚至呢,手上做鋪斷股票才能落到滿手套牢 那就很可惜了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我就是要想盡辦法讓各位資金做最有效益的運用 而不是消極的把我手上股票一直傻傻等待股票上漲 而這個系統呢,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個市場當中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可以立即明確顯示進場停損停利 上交委一次的各位 我見證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益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大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一 資金,多功能雙向 互利自然就有加倍 就同你所謂言見平和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信教官去做 手上一字只需要自由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一 一定是百分之一買一檔 一定要百分之一賣 賣掉一檔之後 超前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toss的方式 以一波波做下來 從10月13日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刷出181萬的利潤 那你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也幫自己刷出1810萬的利潤 但是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還在用 不能算在軟體幫自己刷股票 到底幫自己刷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在節目當中會想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此刻就該換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1月8日這一天 這樣我們票100萬賺了40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價報酬 8日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再把資金轉買 潔波這兩票賺它最好賺一段 8日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8日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前方賺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 潔波這兩票賺它最好賺一段 1萬 K線 瞅瞅 是趕快買了 再次的坐在礁下面這邊 短短的一天 2天 1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造出9.9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目標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1月9號這一天 這項目標100萬賺了9.9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搭檔股票賺完最好再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你捨不得賣 報最後常會像過去一樣一樣的 報上報下又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11月9號這一天 量目標100萬賺了9.9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再報酬 問題是9號這一天 我們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的額外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9號這一天 順著元氣的節奏一件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三秒鐘時間我們發現了事實 9號這一天 完全選到任何做多股票怎麼辦 當然改換一件選股空 改做空 一樣是資金選股 三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空科橋這項票 賺它空頭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發生 9號也就在這一天 這兩天 系統告訴我們 千萬要賺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空科橋這項票 賺它空頭最好賺一段 K線還沒有大跌的時候 趕快空了 再一次的領先市場 短短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造出 17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發生嗎 所以這項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那一張股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3號這一天 這項票100萬 賺了17億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黑K破底 一樣是最好回復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什麼回復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多空都是一樣道理 那一張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回補 你捨不得回補 到最後 常會像過去一樣的 抱上抱下 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 新金有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11月13號這一天 這樣我們票100萬 賺了17億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炸報酬 問題是 13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本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13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很簡單明確易懂 順著緣線節奏 一鍵選股空 一樣 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我們會發現個事實 13號這一天 完全選到任何做空股票 怎麼辦 當然 就是改換一鍵選股多 改做多 一樣是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通家這項票 賺它多頭 最好賺的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接點不斷的發生 是3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錢包賺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通家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的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家上面的邊 短短三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是8.9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當然也不會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5號這一天 這項票一百萬 賺了18.9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口袋 接著換股價報酬 問題是 15號這一天 我們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本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坐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15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很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鍵選股多 一樣是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洋智這樣的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15號也就在這一天 也就在節目當中 然後我們要把資金 還要把資金 再把資金轉買洋智這樣的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價上面的邊 短短的一天 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 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用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從十一月七號到今天 九個交易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穿出 六十五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已經幫自己穿出 六百五十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 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的軟體 幫自己抄股票嗎 很多投票在市場當中 股票為什麼會做得很辛苦 我們好好想一下 我們在市場當中 要的到底是什麼 很簡單 在市場當中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賺錢兩個字而已 所以在這個市場當中 你要的絕對不只是一個 頭頭四道分析 而是一個會賺錢買賣點 很多投票或許很喜歡聽很多分析 然後聽很多分析覺得很有道理 故事也講得很好 甚至股票講得很爽動 也很有前景 可是實際上操作過程裡面 會遇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你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買點常會不清不楚 有很多淡書有很多假設 甚至每檔股票看起來都不錯 分析的都不錯 每檔股票都買個一成兩成試試看 事實上從頭到尾就是一個賭的心態 這邊買一點 這邊買一點 看哪一支股票會漲 這樣的操作不只沒有效率 而且你做起來會很辛苦 甚至很多投票會很喜歡聽很多的分析 然後覺得股票很有前景 可是買進之後 不知道賣點在哪個地方 報到最後 常常就是有大轉變小轉 小轉變淘汰下來 持續不斷的發生 我相信這之後都是很多投資朋友 過去很痛苦的經驗 那相同的 或許很多投資朋友會很喜歡聽很多的分析 分析的也是很有道理 可是一買進去之後 可是股票就開始套牢 套牢之後怎麼處理 或許你的分析是會告訴各位 股票很有前景不用怕 繼續爆 然後拉下來 跌回來就是加碼買進 做法永遠只有這樣的一個操作 只會用股票的前景去畫大餅去麻痺各位 可是這樣的操作 完全沒有任何風險空管 所以做到最後常就是越掏越深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很簡單 我不給各位長篇大陸的分析 我只給各位很簡潔明確 會賺錢買賣點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我們為了讓總資金效率達到最大化 一定是百分之一 集中操作單元股票 然後呢一定要嚴格的風險空管 我不允許我手上任何股票 曝露在極大的風險當中 所以最大的風險也不過在3.5%上下而已 甚至呢一定要會給各位會賺錢買賣點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而這個買賣點一定要是領先的 而且要非常非常明確 沒有任何淡數的 所以就同跟各位分享的 分析的再多再好 不如做好 當下每一個應該要做的動作 每一檔股票事實上都是一樣道理 就同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不是就是你要的會賺錢的買點嗎 那怎麼找 有沒有最簡單的方法 最明確的方法 當然有 就同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我們所有會員一定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一個買點 在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下 當然我所有會員永遠這個做法 百分之一買進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只有夠肯定夠明確 買點只有一個情況之下 才能百分之一買進 而不是買對了一檔股票回過頭來看 漲了一大段了 買多少 只是買手上的資金一成兩成 那怎麼會 這樣的操作怎麼會有效率呢 這樣的操作不是在賭嗎 而跟著做好系統 就是要做到肯定而且明確 買點只有一個 所以一定是百分之一買進 好事很自然發生 買得多自然才可以賺得多 而每一檔股票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絕對在節目當中 不會跟各位特別強量的股票 然後呢 我也不希望各位跟股票一直綁在一起 跟股票綁在一起的結果是什麼 漲也爆 跌也爆 不只資金沒有效率 爆到最後 甚至常常就是會滿手套了 所以我們只是把股票 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 當有賺錢的辦法同時 每一檔股票都會來幫你賺錢 而且方法都是一樣的 我一直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各位分享 也跟各位強調 一檔股票一個階段 永遠只有一個最好的買點 就是有一個而已 唯一一個 不能說這邊也買這邊也買 這邊也買這邊也買 那就是從頭到尾在猜 但是跟著做手系統很簡單 一檔股票一個階段 就只有一個買點 那怎麼看 方法是不是都一樣 方法都是一樣的 就同這種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我們所有會員都一樣 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 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怎麼做 一樣 百分之一買一件好事很讚發生 所以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你需要等待前面整理過程嗎 那當然不需要 也不要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再做追價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不跟各位特別去 一直去強調一檔股票的原因 你會發現每檔股票 都可以被我們賺錢的工具 每檔股票 我們只買它最好賺的買點 而不是買在前面 等它上漲用拆的 甚至等它大漲一段之後 新會員進來還要幫救會員 去做追價 這就是強調股票的結果 所以我不跟各位強調股票 我跟各位分享 是一個賺錢的辦法 我們可以再看一檔股票 所以把對的事情再做一次 好事有沒有自然再發生一次 當然有 方法是不是都一樣的 全部都是固定的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們所有會員一定看到同個事實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那怎麼做還是一樣 百般之一買借 讓好事很自然發生 那我所有會員跟我看到買點 絕對是同一天 不會是早一天 不會晚一天 因為我的系統是完完全全 沒有任何參數可以改的 所以我看到什麼 你就看到什麼 我所有會員都看到 都是看到什麼 全部都是一樣的 這樣做才能肯定不是嗎 絕對不是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再去做追價 你承擔風險就很高了 也不是當然 不是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那為什麼可以做這麼精確 事實上有個很重要的原因 時代不同了 資訊爆炸 股票大概有1800多檔 在這麼多股票 這麼多資訊的情況下 你還用人慢慢去分析所有資訊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你分析完之後 可能時間過去了 不只花了很多時間 甚至分析出來的結果就是 不清不楚 不經不準 就是大概 就是賭一把 就是這個地方買個一層 那個地方買個一層 過去的操作 分析的操作不是都是這樣子嗎 這跟著做的系統很簡單 我給各位 把最複雜的資訊 把它濃縮到最簡單的 最簡單是什麼 就是哪邊買跟哪邊賣的問題 所以你買賣點找對了 自然就會賺錢 這樣我配合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同樣的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一樣的百分之一買 好事很自然發生 所以是不是都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當年擁有系統的同時 你就可以這麼簡單 然後也看到都是 就是這一天是買點 也就在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我願意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想要跟著 心境有觀念 創出比標跟標互利不難 你現在欠缺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休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請發透過幫您啟動 至上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 8029 022389 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是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各位投資朋友們 歡迎回到現場 最後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沒有做手系統 與做妻子的同時 總之一口單 百般的單通 完完全全沒有流償壓力 我們可以讓 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從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 賺賠交總的結果 台子11月 一個月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1873點 12月一天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85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對兩筆 一口單沖 可以賺85點 很多投票 指數為什麼做得辛苦 因為做指數的過程當中 會有很多字面的關鍵 遇到攀證盤會不會多用雙殺 市價追單 有嚴重負價問題 進場前不知道停損停位置 超速上面才會慢的半拍 使所使用的軟體買賣點訊號會消失 還有很多參數模組週期不確定的情況下 做起來當然就很辛苦了 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進場的當下 系統就可以立即明確顯示 進場停損停力 上交一次給各位 週期固定十分線做當沖 全數定價不會有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都跟各位對價對時 賺的賠的我一定都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會員自己猜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兩筆就兩筆 一口當沖可以振85點 接第一筆交易訊號在8.55分的時候 延續盤同步做多訊號 不做的原因很簡單 在進場之前我們會先知道 進場停損停位置 如果先來到停滿足點的同時 必須要等到下一個機會 也就在這個地方 趨勢盤不同步反向做空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找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上變成線下是轉折 線下是紅色的不同步 跟著樓上顏色走 綠色一定是做空 所以直接設收盤價 17170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最高來到183 所以定價100% 全部穿成交 別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系統中邦界規劃的自身區 一口袋在46點 記得把它發一口袋 等今天有機會 趨勢盤不同步反向做多 還是一樣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找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下變成線上是轉折 線上是綠色不同步 跟著樓上顏色走 紅色就是做多 所以一樣設收盤價 17147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最低來到142 定價100% 全部穿成交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系統中邦界規劃的壓力區 一口袋正39點 記得再把它發一口袋 也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當擁有領先實戰吸氣數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本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